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鬼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8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些植物 然後我們準備教大家一些播種 什麼種子 首先呢 你現在看到這六盆呢 我有種水晶冰花 貓薄荷 寧夏枸杞 這個是除蟲菊 然後這邊有種 丟 丟這個 那個什麼菊啊 萃菊 萃菊的種子 但是這邊的這一盆沒有發芽 那這個是一個皮草 好像印象中好像我買的是買公主草的種子 我就丟下去 當時呢 我買這個種子的時候大概是10月多 一個月前啦 我一個月前我就把它撥下去了 因為我知道說這些 這些現在各位看到這些花草呢 大概就是 估計啦 我們都是在以台灣的環境來講 都是入秋10月 10月後呢 慢慢進入夏天的時候 天氣比較涼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種 這個時候呢 是比較適合種植的 一些植物啦 如果說這些植物呢 比較適合這個時候種植 尤其是菊花類 像水晶冰花也是 那我們現在呢 等一下呢 因為這一盆萃菊這一盆呢 他都沒有發芽 我們準備呢 改種這個羊甘菊 這羊甘菊呢 我放了 兩三年了啦 這個種子 理論上他應該還是會發芽啦 因為我有冷藏 再來呢 這有一個糖棉 順便也把它種一種 那糖棉放更久 那糖棉可能放超過五年 再來呢 管他的 這裡面有什麼 我們就種什麼 因為啊 我覺得 有些東西呢 可能很多花有 他不曉得說 什麼時候種植最適合 像貓草的話呢 貓草可以適合春天種 秋天種都可以 那其實像這些的植物呢 很多植物呢 他可以適合 以台灣的環境 他適合春天再種也沒關係 但是 有一些絕對不行 因為 譬如像菊花類 譬如像羊甘菊 除蟲菊 你如果選擇 春天種 那春天種下去呢 他會 也是會發芽 會長大 沒有錯 但是到了夏天之後呢 哇 你如果假設你種在室外 下一場大雨 或者是太陽太大的時候 一曬到啊 這些 菊花類啊 幾乎都是 哀鴻片 也幾乎 陣亡一片 如果各位 你如果種過菊花類 當然有少數的菊花 他可以耐過台灣的夏天氣候 但是絕大部分的菊花類 以台灣平地的氣候呢 他可能沒有辦法生存 那山上高山區呢 天氣較涼 地區呢 可能 有機會 但是我不是 我不是在高山區的朋友 所以我沒有辦法確定說 高山區 種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這我就無法肯定 像有一些 台灣 比如像有一些植物啊 像 有一種 叫什麼啊 有忘記了 啊 不管他 那我們呢 先種 把我們之前看到的一些 種子呢 我們就把它丟下去種 就對了啦 我們現在把劇力拉近一點 來看看 這個是水晶冰花 哦 想起來了啦 我剛剛要講的是那個魯冰花啦 魯冰花呢 很多朋友也很喜歡種這個魯冰花 這魯冰花 它也是啊 要天氣氣溫比較涼的地方呢 種比較合適 那像我們 我說過的 台灣的平地呢 就 可能不太適合 哇 你看你看你看 一直垂一直垂 很討厭 所以為什麼我當初 主要 買一個 腳架 可以定住的腳架 好 看看定住了沒有 好 OKOKOK 這水晶冰花呢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有跟各位介紹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當時我們一盆裡頭丟了一大堆的種子 又長了一大堆 後來我們把它分株分掉 那分株的影片我們也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結果到最後呢 因為我們分株的過程中傷到了它的根 然後造成它的這個水晶冰花呢 後面就長得不漂亮 長得不漂亮呢 所以今年我們就再種一次 這次呢 我們不要再種一大堆的 這次我就學聰明了 我就丟 丟一顆兩顆 原本這也有一顆種子啊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發芽之後又不見了 這邊有一顆不見了 那這邊呢 有一顆兩顆還小小的 那這兩顆就長得很正常 這兩顆就有點發育不良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打算呢 將水晶冰花 再補一些種子上去 看看我水晶冰花還在不在 水晶冰花 水晶冰花 給我看 水晶冰花 你看這個 種子這樣子 密麻麻的一大堆有沒有看到 你如果 我們去年的時候就是將這水晶冰花種子 整個這樣撒下去 就長了一大堆 所以呢 這次呢 我們要學聰明一點 不要不要 不要再丟一大堆種子了啦 丟一大堆種子是沒有意義的 除非 你是要種來賣錢的啦 那我們呢 就這樣子手呢 摸到一個種子 然後就這樣丟下去 丟到表面就好 我們丟個幾顆就好 不要丟太多 丟太多是沒有用的 因為怕他 假設丟一顆他沒發芽 所以我們丟 丟個 一試一試以下丟兩顆在這 再丟個 兩三顆在中間 好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水晶冰花 那水晶冰花的這個種植方式呢 就是這樣子 丟在表面 表土 澆水 澆濕就OK 這樣就好了 那 我們呢 這個水晶冰花 冰花的種法就是這樣 那我們 我說過 我是在一個月前 種下去的啦 那一個月前 種下去之後呢 一個月後呢 就 看到這種情況 也有 不對 10月多 種 種到現在已經快12月 一個 超過一個月以上了 可能有超過一個半月以上 一個半月以上的時間 所以呢 你現在看到的是 應該是 沒意外應該超過一個半月以上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呢 再來看一下 左邊 那左邊這邊 這邊看到的這個呢 這個是 給大家看 左邊這個呢 是 這個啦 公主草 看得到嗎 公主草 那這個公主草呢 我們就是 也是一樣啦 種子拿到 就給它撒下去 但是好像因為 這個 這個草呢 的種子呢 好像是 這個 這個皮草種子 好像 大部分都被 種子被吹到集中在這邊 就這邊長了一撮 那其他的地方呢 就長零零星星的 那我並沒有將所有的這個種子呢 都撒下去 你看這個種子撒下去 基本上 它應該要密密麻麻的才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皮草的種子呢 應該不需要 撒到那麼多 因為根據我種 河本科的一個植物的觀念啦 就是說 因為這個草它自己 其實它會往旁邊一直 分身分身分身 會延伸 會有機會延伸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邊有一個這個草 這個就是雜草 是一般的雜草 那我種皮草的 目的就是希望說 它能夠 能夠 長多一點 然後呢 把讓雜草呢 不要 盡量不要讓雜草呢 這樣子把它覆蓋 其實我 我個人認為啦 當就算有一天 你就算種了很多的皮草 雜草的種子 掉到上面 它還是有機會長的 只是 它不會長得 這麼密密麻麻的而已啦 作用大概就在這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這個皮草呢 以後呢 它會 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如果種一些植物的話 至少在上面 你會感覺有草皮 然後呢 你 你可以種一些其他植物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在這上面 種 這個 糖棉 糖棉 糖棉呢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 糖棉是什麼 糖棉呢 它是 它主要是看那個一個球 它有一個糖棉球 當然啦 我一直一直想要 跟各位介紹糖棉 結果我一直種 這幾年我都一直有在種 種這個糖棉 那這個種子呢 你就像這樣子 稍微淺埋就好 把它丟下去 淺埋 那糖棉的種子呢 它是一個球狀物 當你收集糖棉球以後 就像這樣子 那個夾電袋 或者是保鮮盒 把它收藏起來 冷藏 可以放很多年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放超過5年以上 而且發芽率還很高 這樣發芽率超高的 所以呢 我們 把它多種一點 其實 如果它有一顆有發芽的話 甲克糖棉有一顆有發芽 這一盆就大概其實 養一株糖棉就夠了 那這個糖棉呢 它可以 稍微 種子呢 因為它種子比較大 種子比較大 所以呢 可以稍微淺埋 淺埋 丟下去呢 把它淺淺的埋住 那濕度夠的時候 它就會長出來 我們丟了3顆 1 2 3 3顆就夠了 因為你如果丟到5盆以後 它這個糖棉呢 它日後呢 它會長超過2公尺 如果你種在 一般的土壤的話 它有機會長超過2公尺 就差不多這麼高 然後呢 它到時候開花的時候呢 會結球的話呢 那個球會很特別 它是一球一球的 一個球狀物 如果沒看過的朋友呢 你可以搜尋這 旁邊兩個字 很有趣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再來 看一下 這個 這邊那是貓草啦 貓薄荷啦 貓薄荷 貓薄荷 我找一下 種子在哪裡 捲葉巴西粒 奇怪 奇怪 被風吹走了 要不會我剛拿出來被風吹掉啊 種子 種子吹到哪裡去了 百里香 雪翠 捲葉巴西粒 奇怪了 哪裡去了 看到貴喔 見鬼了 哪裡去了 該不會 剛剛我在 拍片的過程中 被風吹走了 哇哇哇 搞笑 真是搞笑 哇 搞笑了啦 哈哈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是被風吹走了嗎 還是 還是說 我已經全部丟下去了 那我們講這個 貓薄荷 那 貓薄荷呢 它呢 是 它 是一個貓咪很喜歡的一種植物 那為什麼我又要種這個貓薄荷呢 其實呢 之前我種很多的貓薄荷 都長得很好 長得很漂亮 結果呢 長得很多 結果有一隻貓 外來的貓 有一天呢 它就跑到我們家 叫阿肥 那阿肥就跑到我們家 然後那隻貓呢 也很很親人 然後呢 我們家後面種的那個 盆栽裡 放的這個貓薄荷 全部被它 它就很奇怪 它碰到那個貓薄荷 很喜歡 它就一直一直磨蹭 磨磨磨 在上面把它搞搞搞搞 結果 那一批的貓薄荷 都被它搞死掉了 就死光光了 所以呢 我現在呢 就只好再種 另外一批 這次呢 要種在天台 不能再放下面 因為放下面 被那貓 看到的話呢 它就會一直把那個貓薄荷 一直弄它 一直弄它 結果就被它弄死掉 弄到不會長 所以呢 這一批我要放到樓上 當 它這個 鳥呢 已經順利長大的時候呢 有需要的時候呢 再拿 剪下去 給貓玩就可以了 所以呢 貓 可以很喜歡這個貓薄荷 不過要小心就是好了 別不要玩死了 那 這個貓薄荷呢 我也 可能 估計呢 應該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撒上去的 這種子 就撒在上面 那有些種子呢 就沒有發芽 它的發芽率呢 可能會 差了一點 這樣看過去的時候 一二三四 這長了四顆 怎麼長了四顆啊 怎麼長那麼少 我們試試看 適合搭配 貓薄荷要配什麼呢 百里香嗎 貓薄荷跟百里香一起種 好啦 我們來種百里香好了 反正百里香種子這麼多 我這百里香也是 百里香也是一個很 很不好種的東西 在台灣啦 我講說台灣 種這個百里香 非常好 你 你百里香 像這個種子 這樣一點點 一樣 你就是丟在旁邊就好 不要放太多 這百里香 有一個很 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環境啦 你在種的時候呢 它 很容易在夏天的時候呢 你就 哇 好慘 完蛋了 我們百里香不用撒太多 就是像這樣子 當然 你要全部撒下去也是可以的啦 撒一點點就夠了 你盆栽一點點就撒個大概10顆10粒種子就已經 很不錯了啦 好 那 這個百里香 你如果種在台灣的環境的話 在夏天的時候呢 下大雨 真的是很怕下大雨 我們現在講這些 現在講這個百里香好了 你一定要放在 通風良好的位置 然後下大雨的時候 請把它移開 真的是 它 很不喜歡台灣夏天的環境 百里香 這百里香 我不曉得它是從哪裡傳進來的 反正就是 台灣的氣候到了夏天就是很糟糕就是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林夏枸杞 那 這個枸杞呢 我也是種了很多年 這個是你看那些小苗 我們都是這些都是同時間種的 這個比較大顆一點 這個林夏枸杞的小苗呢 這個種子呢 我也是買了兩三年 然後 種種種種種 每次呢 種種 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也是一樣到了夏天的時候呢 就 莫名其妙就不見了 奇怪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人種的好 我又種不好 我一直很神奇 那我這次呢 我就決定了 因為我在想嘛 我之前呢 我是用木屑種 但是我都沒有施肥 那這次呢 你看到我這盆栽上面 都有很多的顆粒肥 這些顆粒肥呢 它是 180天的好康多 那這個 因為它是長效型的緩效肥 所以我呢 將這個肥料丟在旁邊 你不用太擔心說 它會肥一份 太高呢 將植物呢 鹹死之類的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它是屬於超級 它是比較慢的緩效肥 這個枸杞呢 我也是種過很多年 但是每次都種失敗 種到長大 大到大概長到 20-30公分的時候 可能是顧不好 還是不知道什麼 變蟲害 還是什麼問題呢 就 大到一個程度 它就死掉了 一直種不起來 很奇怪 為什麼有些人都種得起來 我種不起來 就神奇了 所以呢 我一直 也想知道說 它的原因 發生在哪裡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 如果 也都歡迎留言 大家互相討論 然後試試看說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們現在換旁邊這個 這一盆呢 叫做除蟲菊 這除蟲菊呢 我打算呢 單獨照顧啦 那這次呢 去年的時候 我們種了 我們都有拍影片 跟水晶冰花那時候 應該是同時間拍的 那這次呢 也是 我們也是跟它一起種 同時間種 那種下去以後呢 有的會長得不錯 已經蠻大的 那這次呢 我們也是 我們之前呢 播種的時候呢 我沒有直接 下肥料 那這次呢 我們就直接把肥料下下去了 只要發 它發芽了 我就把肥料 撒上去 你就丟那個好康多 直接丟上去 那現在呢 目前來看呢 這個發芽率呢 1234567 感覺有7顆發芽 種子估計有20顆 但是只有發芽7顆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發芽而已 那這個是屬於 菊花類 除蟲菊 那除蟲菊呢 是一種 天然的 然後可以殺蟲的植物 它的植物呢 哪裡可以殺蟲呢 是它的花 它剛開花的時候呢 它花粉上面有所謂的除蟲菊 那這個除蟲菊精啊 那這個東西呢 那昆蟲碰到的時候呢 那昆蟲呢 會被這個 它會受不了這個除蟲菊呢 然後就會 應該像講弱毒性好了啦 它被這種弱毒性的毒呢 毒死掉 這個是屬於天然的毒啦 像一些尼古丁啊 像菸草也有尼古丁 那尼古丁呢 也是一種弱毒 其實 菸草不只有尼古丁啊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一種 毒性的成分 也可以殺蟲 但是 並不是 所有的蟲都殺的死啊 小蟲是OK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大蟲可能殺不死 那這種 除蟲菊的話呢 也估計也是 比較大的蟲可能會殺不死 小隻的應該是 算 還OK 那我們現在呢 再往旁邊再看一下 那我們這一盆呢 這盆呢 你看到什麼東西都沒有 都沒有發芽 這是雜草 這也是雜草 這也是雜草 這一盆呢 我在 網路上呢 蔬菜之家 買的這個 萃菊種子 結果 全部 失敗 全部失敗告終 所以呢 你們如果想要在蔬菜之家 買這個 萃菊的種子 自己要注意 當然不是 不是 他所有種子都不會發芽啦 是 剛好 萃菊這一批 沒有發芽 今天我是覺得 發芽率超差的 雜草菊都發芽了 欸 我已經種了 一個半月以上了 居然沒發芽 真的是 太神奇了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這盆呢 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對呀 誇張喔 等一下看一下 這個 不是 不是琵琶糕好不好 這個是 這羊柑橘的種子 超多的 以前啊 我當初 留了 很多 羊柑橘的種子 有一次啊 我跟你講 羊柑橘啊 很香啊 這樣子 這樣子 聞上去 都有香氣 非常非常的香 那 羊柑橘呢 你也可以這樣輕輕的 買住 為什麼我要稍微輕輕的把它埋住 因為這個 它的種子很細小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啊 小小的 你放在表面 風吹一吹 就被風吹走了 所以你還是把它蓋起來好了 當然啊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啊 就是 灑在表面 等一下我就去水澆一澆就好了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懶的話呢 就這樣 灑在表面 啊 我 我跟各位說 你看這種子這樣小小的 裡面一大堆都是種子 你如果 每個都發芽的話 這整盆都是的 呵呵呵 我們之前呢應該 沒意外 也有拍過羊柑橘的這個播種影片 影片也放右上角 如果有的話 我就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但是啊 也是啊 把這羊柑橘整盆都是 哇 種太多了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不要 不要把種子放太多 我們現在退後一點 我們來澆點水 因為 你現在不給他一點水啊 這是種子 碰到風 被風吹走了 太細小 我們退後一點 OK 我們來澆水 順便把剛剛種了一些種子的水 澆一澆 沒意外的話 羊柑橘 這個芭亞綠都不錯啦 因為 好 這我們今天呢 就是 介紹 來種一些植物 然後示範給各位參考 參考 當然啦 如果各位有機會 你會要種一些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些植物的話呢 都可以參考 那有些植物啊 像萬獸菊之類 那個方向萬獸菊 方向萬獸菊呢 它就不 它就沒有限定說 在台灣的環境呢 應該一年四季都OK 沒問題 方向萬獸菊 但是 我說過不是說菊科植物都有辦法 因為 絕大多數 因為我種過大概 我估計 九成以上的菊科啊 我估計 你如果在外面 台灣的市面上 或網路上啊 你如果找得到的那種菊花類 大概有九成以上啊 很難度下 像楊甘菊呢 就是屬於比較少數的 不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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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楊甘菊啊 方向萬獸菊 還有一些 有一種小菊花 是屬於 比較少數可以在台灣 適合台灣環境的 那絕大多數呢 超過九成以上的菊花類 很難啦 很難 我們只能用很難來形容 台灣的平地啦 那高山區的話可能還OK 天氣涼的 天氣比較溫度氣溫較低的高山區呢 可能會還OK 那台灣的平地呢 那夏天的時候呢 高溫有時候達到36度 38度 那下一場大雨的時候 幾乎啊 哇 整片就 掛掉了 尤其是那種菊花類 真的是 再來呢 水晶蜜花 水晶蜜花在台灣也沒辦法渡下 水晶蜜花沒辦法渡下 我可以確定 那我們這邊種的這些種子呢 就是 水晶蜜花 這個 琇中菊呢 很難渡下 那 尼下枸杞呢 在那邊 尼下枸杞呢 不知道是我自己沒種好呢 被蟲咬死還是怎樣 就是 常常種到一半 長到二三十公分高的時候 就 哇 就再見了 很神奇 好 !不管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 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參考 我們以上的說明 以上的介紹 自己去嘗試重重 感謝收看 再會